共同理念 全民發生 MyRadio2011 同慶眾分享有上世紀80年代 至今日的地區工作經驗 由街頭變岸至鐵路興建 一日移民委本 人民力量 主持陳偉業 每星期五晚10至11時半 MyRadio強勢出擊 世約富貴 美豪反共 四面受敵 美豪反共 我們是否要奇遲宣言 做我們的反對派 是 是 為了更加一個奇遲宣明 最敵民主黨 是 最敵民主黨 最敵民主黨 人民力量分 人民力量分 貫徹聲勢力竭 POWER TO THE PEOPLE 繼續青筋報宴 POWER TO THE PEOPLE 不憑則鳴指引心繫香港 POWER TO THE PEOPLE 身體力行,甲胸發功 黃毓民頻道現在和你否釋直戰 POWER TO THE PEOPLE 又到了有黃毓民和陳偉業在直播室的黃毓民頻道 POWER TO THE PEOPLE POWER TO THE PEOPLE 下個星期我們不在 但是大塊好,大塊是錄製的 他星期五的節目都錄完 一個林煥光 那個已經出了 一個劉光華 這個星期五 和三華仔 和三華仔 就算是這樣的,肯讓你訪問 我說明跟他抽的 但是沒有封印 沒有 大家一人走一步 你知道我們控制不到我們的聽眾 打進來剷他 人家假的都是客 我說明不留手 他說沒所謂,我就會勇一點 上次我對石禮謙很客氣 他現在很滑 劉剛華那些 因為他做了行政會議成員之後 基本上就廢了武功 所以你看他在立法會 他是很少發現的 他們的代表 譬如要出來迎戰 或者要表明他黨的立場 主席都不是,是葉國謙 葉國謙就是立法會黨團的召集人 他是民建聯在立法會 黨團的召集人 你看他現在 他有十個立法會議員 一個呢 就做了立法會主席 一個呢就做行政會議 的成員 那麼這兩個都是相對比較抽得的 嚴格來說建制派 就是變才最好的 一定是曾鈺成 那麼就上了神台 整天對我們 口中念念有詞 黃毓民議員 陳偉業議員 大哥 他說那些他自己都悶的 有時候 那麼他武功被廢 變才最好的 他出來和人抽的 現在就是 劉剛華又做了行政會議 成員 那麼他很難和你抽的 又是 他間中都陰濕 整兩句的 但是他很難和你一個 比較有深度的辯論 或者用我們的議員去罵人 他是不行的 你明白嗎 所以他這些都很嚴重 好了 你正下來數一下 葉國謙 然後主席譚耀宗 這些叫知心一點 好一點 陳鑑林 好了 接著兩個年輕的 李慧琼 陳克勤 基本上廢了一半 李慧琼的表現相對比陳克勤好很多 好 然後正下來就是黃定光 這輛人也不做 然後就是黃庸康 張學鳴 平時很少說話 基本上是 那麼整個第一大黨 就是這樣子 在立法會上 反正民主黨現在有八件 八件都很嘴巴 是不是 都很多說話 基本上是 全部都 但是他們互相交鋒 就很少 和我們呢 就只是捱打的份 就不斷被我們打 他現在的策略是不理我們 扮可憐 就是任我們說 然後就說我們瘋狗 他現在的策略就是這樣 但是真正交鋒是變的 你看看上次的選舉條例草案 你就知道你輸硬 哪有得贏 那些隔我們隔民主黨的人 麻煩你上網看看 看看他們說些什麼 所以這個民主黨 基本上真的比民建聯更差 尤其是你看看他們 現在的稀世道明 但是民主黨那個表現 我想我們都要 組織好一些理據 因為我們正在計劃 會離家行 加拿大那邊回來 有些朋友的說法 有部分的人 對我們這麼強力攻擊民主黨 都是有一種負面的感覺 但是我們要在論述 和資料方面 可以很快和很清楚 列出某些 在我們來講不可遙書的罪證 我就打算找人 或者我口述 或者我們大家經過 開會談過一些重點 我們會寫個答客問 要快一點點 十條二十條答客問 現在他們大部分都是問這些問題 對民主有什麼好處 就像這些 或者這個追擊的失敗又怎樣 怎樣為之成功 我們就有個答客問 好像五區公投那樣 一定有論述有文宣 無論用什麼理由 他對你有偏見的 就永遠放棄不了這個偏見 他都是認為你不對的 但我們對其他那些 譬如有一點點質疑 但他又未必說 對我們有偏見的人 我們希望可以說服那些人 最低限度 在我們追擊民主黨的策略上 就算他未必完全 其實我們不需要用追擊 我明白 將來一定會有同區選 他們主體傳媒會用追擊 我們怎樣去演繹的字眼也好 我們解釋完之後 最低限度 他會覺得我們那個論述 他未必完全認同 但是那個理論上 是有一定的支持的理據 其實關於這個問題 我自己過去這一段時間 都跟很多人 不要說辯論 或者我解釋給他聽 有些是我們這幾十年的朋友 在傳媒 有些退休了 他有一次跟我喝咖啡 他都問 是吧 有些他就承認 他不買我們這套 他相對比較保守 他認為民主黨這種做法 也沒有壞 是吧 我們也跟他解釋 解釋到最後 他都覺得我們的說法 是未尚無道理的 是 即是好像類似這些 已經是 他本身已經是 即是他是支持民主派的 但是他就覺得 是不應該用一些 那麼激進的方式 或者自己 所謂自己陣營的人 就不應該自己 互相抵消力量 有些這樣的看法 這些其實是很犬如的 老實說 不過大家幾十年朋友 我就不想當面指責你 你很犬如 你很鄉遠 但我們會有解釋 即是你 你指責之前 或者你無需用這樣的字眼 即是你都要解釋 如果你不追擊我們的話 究竟香港的民主發展 那個局勢會是怎樣 我們經常要跟他們說 我們不是看過結果的 我們這個是一個啟蒙來的 大佬 啟蒙也是背後有個結果的 即是啟蒙 你是希望 即是這一班的所謂民主派人士 不要這麼欣秦 現在就有一點點像 這個當年的康有為 和這個孫中山 即是兩個論述 一個就是這個君主立憲 一個就是這個革命理論 你究竟 即是我們可以演繹到 加上現時香港那個的民主 那個發展的分水嶺 就去到一個要抉擇的階段了 究竟你是堅持回去那20年 所謂這個民主黨領導的 民主的步伐和策略 還是要走一條新的道路呢 這個我覺得在那個論述和理論上 也未必要用到一些攻擊性 或者批評性的字 但是純粹在那個論述那裡 我們要給這個公眾 特別是支持過去這個民主百姓 這個民主黨領導的朋友 知道在這個歷史時空下 有一個重要的抉擇 我剛才所說的那個犬餘和鄉縣 那是一個客觀的判斷 但當然 你要去說服他 但事實上他就是這種心態 這個是事實 所以你一定要針對他這個犬餘和鄉縣 你才要講出道理 如果你覺得你是可以說服他的 就是根本就一定說服不到他的 我的看法跟你有一點點不同 但我們當然不會說你犬餘 你鄉縣 但你一定要知道 就是這種長久以來 香港這種保守的政治文化 所造成的 不出奇的 所以你現在很簡單 那些年輕人會支持我們這些看法 但他知其言不知其所言的 就算這些年輕人也好 所以他未必會到時很堅持的 他又覺得是 他們這樣 即是他那種反建制或者反叛的心態 令到我們這種說法 他是接受的 但他是知其言 就不知其所言 這些就是 比如說支持我們 就是要去表債表償的那些年輕朋友 他就知其言不知其所言 這些反對我們那些 就肯定就是香怨犬餘 以及受傳統這個香港政治文化所影響 這個就是對我們來說 艱難的地方在這裏 我們自己一定要知道 至少我們自己的同志 參加這個運動的人 他一定要知道 是很艱難的 但你有一套論述的理論基礎 譬如你孫中山搞革命 你都有一套三民主義在這裏 是吧 我認為我是有 是的 那究竟我們 人民力量 但是要深入淺出 是的 用答客人的形式 是吧 還有一個出路 在一個理論那個 因為正正就是新台革命 一百年的今日 你最近思考這些問題多 這個時候 你看回家下這個政治的發展 真的跟過去百多年前有少少似的 其實當年 孫中山先生革命成功之後 他是革命成功建國失敗 他自己也承認的 不過現在有些人批評他 他說他革命根本就不成功 接著現在這些人 就在那裏造神運動 在那裏歌頌他 但是他作為一個所謂 古動風潮造成時勢 治國各他的運動 他是成功的 整個新來革命 我們講過十六個字而已 在同盟會或者輕忠會 那個宣言裏面 口號就十六個字 一個叫做 驅除撻路恢復中華 建立民國平均地權 你驅除撻路恢復中華 這個是民族主義革命 那基本上可以叫他成功 因為你真是推翻滿清的統治 以族統治 然後呢 也是結束二千年的專制帝王統治 但是建立民國 人民的國這個是失敗的 因為一百年來就是國之不國 有共和 沒有民主 好了 到平均地權 那個是社會革命 很明顯就是社會主義革命 平均地權 又是失敗的 那我們也要找回十六字真言 你看看 當時沒有 輕忠會同盟會 你濃縮 就是將它濃縮來講 就是這十六個字 這十六個字 其實我經常講就是 孫中山有這種野心 就要將民族革命 政治革命 和社會革命 不其功於一役 一次過搞定 你通常外國很多的革命 要不就是種族主義革命 要不就是宗教革命 要不就是社會革命 要不就是階級革命 就是階級革命 或者政治革命 這樣的嘛 但是孫中山當時的做法就是 他有這種野心 就要不其功於一役 好了 到辛亥革命 就是說武昌首爾 就是那一天 或者成功 那段時間 推翻滿車 他那個人 還在美國 對不對 但是問題就是說 他要建國 是失敗的 所以為什麼他後來寫了一本小書 叫孫文學說 就是這個意思 就是 他也都講過革命初成 大家 就是對他 就是那個建國方針 就完全大家都不 就是都不接受的 是不是搞到四分五裂 所以他說 就是推翻一個專制 就是產生無數的專制 就是產生無數的專制 這個孫中山自己說的 那就是 換言之 新華革命 在這一個角度來講 是失敗的 基本上是 就是成不成功 就是靠我這些後人 所以孫中山臨死都革命上未成功 同志仍需努力 我又不知道為什麼 有些人說 啊 就是孫中山以為他自己革命成功 哪有革命成功 是不是 所以他臨終的時候 就是革命上未成功 就同志仍需努力 還有一句啊 叫做和平奮鬥救中國啊 大哥 如果成功就不用給你這七個字 給你後人 給你的後人 什麼呢 所以我聽麥葉成 和謝二汪 那個《辛亥革命》呢 那個是傳統國民黨的論述 是的 真的 正統國民黨的論述 是很嚴重的 其實 事實上是真的 這個我經常講 我在中學都是講 給我們後人一個啟示 或者一個啟發在哪裡呢 革命真是未成功 是不是 推翻一個滿清專制 就產生無數的專制 過去這八年就看到 你只是看看今天 中華人民共和國 在就是 中國大地上面 是不是 神州大地 統治十三億五千萬人民 我都說了 這個是一個流氓政權 這個是一個在地球上應該 我都說了 但是我都說了 我都說了